好 這個 游律師 那那個心靈成長課程 要收錢嗎 為什麼沒有去 就是因為他跟我說 你今天第一堂課不用錢 接下來你要上的話 我們這個整個套裝的課程 非常便宜 只要三萬六 大學生 哪有三萬六 然後他就說 那我說幾堂 他說就六堂 一次六千塊 把你扒光 讓你去那邊講隱私的事情 那我就不敢去 當然當然有留電話 他一打 我其實我就不接了 那你現在你覺得上過那個課以後 你的心靈是潔淨了還是污秽了 你的受傷了 還是你跟他們的之間有產生微妙的變化 沒有 我沒有感受到任何微妙的變化 我很感謝我跳脫出來 好 這個請教一下翠芬 你怎麼看這個嘉寧的影片跟所謂的心靈成長課程 像剛剛有提到 就是說他這個影片當中 他情緒不太穩定 眼神很飄忽 然後另外語言不知所云 然後他從一個交往九年的愛情當中走出來 因為其實交往時間很長 投入的情感很深 互動很密集 我覺得他可能在這個情感上頭 是有一點創傷的 所以他又要感覺到自己立刻就要變得很正面 好像要帶給別人一些東西 那是不是他的這樣的狀況 跟他上心靈成長課程是有一點相關的 我不曉得 但是有時候我們在上一些課程 如果他是非常的心理操控手法非常多的話 那就有可能 因為像我有看過他這個部分 他的那個心理的暗號 他的蜜月期 某某 據說就是一個心理暗號 蜜就等於我自己 然後月就是天數的變化 時間的流逝 期 蜜月期 就是有人就是說 他可能代表的意思是變化完成人類的過程 所以他現在正在進化中 所以他說蜜月期 某某某 看起來很輕鬆 但是這是一個心理的暗號 所以這心理暗號其實對自己的影響 可能反而會比較大一點點 對 因為他的那個孫生 就是也是YouTuber 因為我剛剛在講 他是在他們分手前一天PO的 但這個影片不能算是完整影片 他只是一個預告 告訴你 我這頻道要幹嘛 所以就有人講說 你是分手情變打擊太大嗎 還是怎麼樣 但是後來就有人說 不對 我就網路上有留言 不對 我聽說他有去上一個心靈課程 會不會走火入魔了 等等 那後來孫生也去留言了 就很多YouTuber看了 都去留言了 那孫生就有被記者訪問 他講說 因為其實在YouTuber界 我們說臺灣的電視圈有金鐘獎 YouTuber界他們有個走鐘獎 就會頒發誰是最佳影片等等 都有 那孫生說那個佳寧是坐在他後面 那他就就觀察到說 他嘴巴一直在碎唸 然後會撒笑 然後笑的時候是眼睛瞪很開 然後真的往上揚 就很像有一個恐怖電影叫微笑一樣 所以他覺得他怪怪的 但是也說不太上來 那有人問他說 這是不是一個梗 是不是故意要這樣 他說沒有人拍 他做這些表情跟動作幹嘛 就有網友去挖 挖出了去年 那時候Andy跟佳寧還沒分手的時候 去參加也是頒獎典音的頒獎人 佳寧講完話之後 他就說 請現場的朋友跟我一起做一個動作 然後大家就說 什麼動作 來 你們站起來 然後就 這樣子 那就有很多人開始留言 我也去參加過 那我也有代號 我代號後面有兩個碟詞 這兩個碟詞隨便你取 所以你看 這樣子對照起來就有人說 原來他的蜜月其實潑潑 是他在心靈成長時候的代號 那就有網友講說他去的時候 他覺得非常可怕 因為他到後來自己做什麼事 他都不清楚 OK 好 這個今天難得邀請到索菲亞 索菲亞大家都知道 郭書瑤演那個通靈少女電視劇 紅得不得了 其實那個就是他的故事 知道了 尊敬一點 怎麼覺得講好像上個世代的事情 我才能想到 那個收視率很高的 非常紅 然後他以前能通靈 他是就是通靈少女 對 中古少女 那當然他裡面有這個 索菲亞有講過 裡面其實也還是有一些騙局的 就是說其實他沒看到 還是看不見 但是為了要收紅包 也是剛剛說有了 你後面有對兩個 類似這樣 那索菲亞就正派 那索菲亞現在 他是政大宗教研究所 碩士畢業以後 在讀政大宗教研究所的博士 那其實讀博士就是學術 是 他講究的是科學 所以今天特別請教索菲亞就是說 那你怎麼看這種心靈成長課程 我後來念了那個宗教研究之後 人就變得比較溫和許多 因為以前在宮廟預告一些 因為必須 我必須講 我看到都是比較負面 或比較偏差的那個狀態 然後我那時候就對這整個氣氛 都是非常的厭惡 那當然自己有些創傷之後 就變成一個憤青 就覺得想要打破一些什麼之類的 那後來慢慢的學宗教研究之後 念了書之後 好像就是看得多一點的時候 就不會無知的這麼勇敢這樣子 那所以 不會無知的這麼勇敢 對 所以回頭回來再去 會適度保護自己 對 應該是這樣說 然後所以回頭回來再看的時候 其實我比較是用社工的觀點 看這些狀況 因為每次到我手上的時候 到我們手上都是千瘡百孔 我都是專門收那個 以前就是會讓我遇到的 大概就是去那個心靈課程 然後最後炸裂之後 人家課程也不要他了 家人也不要他 最後都是送到我們這種 來看怎麼處理這樣子 那我覺得也不是 千瘡百孔 因為他們 我們等一下給他細細說 因為還好我們今天也有請那個 智商心理師比較專業的角度來講 就是說他們去上這樣的課 其實心靈成長課這件事情不是壞事 因為其實也有很多正常的 正常的就是像最早的古時候 不是古時候 以前的有卡內基 然後不是有很多管理訓練課程 然後一些企業的團結 那個都很正常 對啊 那我們至少年輕人 以前有玩過真心話大冒險 對 其實那也都是一種團結 或所謂的心靈成長 因為就是大家一起做過丟臉的事情 之後感情就會變好 對 對 對 那只是說現在我們今天在討論這些案例 或者是以前到我手上會 發現他行為很出格的案例 因為他都出狀況 那我覺得我看的時候比較像是 我們這個當然是要醫生去判斷 但是有一種症狀叫解離 解離就是說一個人遇到很大的創傷的時候 那你沒有辦法面對這個狀況 那我們人類也是一種動物 那我們人類遇到很大的事件的時候 我們有兩種方式 第一個是fight 跟他對抗 第二個就是flight 逃跑 所以才講說之前為什麼有些遇到性騷的時候 他會整個僵化不動 因為他已經失去的那個 他就解離了 失去的能力 所以我以前在宮廟我自己本身受到很大創傷的時候 我後來為什麼寫書 其實那裡也是我的解離 我就跳出來說那個不是我 那是索菲亞 他是索菲亞做那些事情不是我 然後我把它記錄下來 可是 所以你用索菲亞其實是另外一個人 對 我是告訴我自己 可是你是劉伯君 所以你今天是索菲亞還是劉伯君 我現在已經開始慢慢的 解離其實不是說那個人有病 所以我現在講這就是每個人都會經歷解離 即便我也曾經接離 只是說解離的時間是幾個小時 幾天或一段時間 那你看我後來就是慢慢的透過 不管是書學 然後不管透過運動 不管透過助人當社工 慢慢的我走到比較健康的狀態 我可以以前我曾經很憎恨索菲亞 但是現在我覺得索菲亞 不管她好的壞的都是我 這是我 這個用心靈生長的課程 完成一個合一的境界有沒有 就是不管好的壞的都是我 不能說壞的都不是我用那種 但是這個過程你必須要很多的努力 很多的努力 然後要在一個安全的環境 然後做這些事情 那通常這些所謂的有問題的 就出狀況的問題的課程 就是其實你有幾個可以觀察的手段 就比比方說這個課程 注意 這個重要 對 比如說你開一個課程 他可以承諾你 承諾你 所有的問題都可以在這邊解決 光這件事情 就有問題嘛 對不對 就是你收三萬 如果最後就有辦法解決你所有問題 這個就一定有問題 然後再來的慢慢的就是控制 控制就是說不管你的思想或行為 然後他慢慢讓你其他身邊的身邊的人 都慢慢的斷掉 你只剩下他 然後再來就是要求你唯一的忠誠 反正你也沒有別的connection 你就只能在這個地方 你要全部的仰賴他 而且你某種程度你已經失功能了 因為你會失去你的判斷力 因為什麼東西你都問他 所以一切都是這個老師 或是這個團體 或是宇宙給你的 所以你慢慢你會失去你自己的 不管是判斷力 結斷力 反正你就 人就是慢慢就會退化嘛 像你看我們以前 可以寄很多主電話號碼 有手機之後 能記得家裡的就不錯了 家裡的搞不好也忘記了 你家裡多少 我知道啊 你知道啊 你家裡多少 你家裡沒有電話 家裡沒有電話 你也不需要了 所以我說的就是說 其實我們有些行為會在 你如果參加這樣的團體 他有意操控你的話 他會弱化你一些能力 所以你會覺得說奇怪 我是你老婆 我跟你講的 你都不聽 我是你這麼好的朋友 我跟你講的你不聽 你怎麼會去聽他的 因為那是一個過程 他就慢慢慢慢的把你弱化 弱化到你真的 你也不知道找誰 對 你也沒有這個選擇 那為什麼會有些人表現出來 看起來像中邪 好 我們講 對 正當地講的重點 所以在解離之後 他們為什麼一開始就會叫你說 說一些什麼丟臉的事情 或者是他們會用很誇張的 你好棒 你怎樣 你今天已經是不一樣的你了 還有一種他們會用極度羞辱的方式 有 有 有 你看看你 在這樣子的很大的那個拉扯之中 一般人是不會去沒有辦法去面對這麼大的 不然講說創傷或是攻擊 或者是這麼大強度的一個狀況 因為我們從來不會面對這件事情 當這樣子狀況出來的時候 你的身心就會做一些變化 就比如說往解離那方面走 或者是你就沒有辦法對這些事情 做出正常的反應跟情緒還有判斷 有意思 那一次又一次 而且它是短期密集性的 他們有些課程很喜歡把你關在一起 幾個小時這樣子 你整個人真的就會被他拆解 好 那等一下回來我們再繼續 來 先休息一下